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一定造成再次的通膨 这想都不用想了啦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川普的这个美好的字眼 短时间之内可能可以让他看到 眼前的这个玫瑰 可是他马上就 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川普他是商人性格嘛 所以接下来他会如何 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 尤其接下来大家就在关心的是 这个会不会重启关税战 那中国大陆到底 已经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持续来看到 其实有一位这个矿业大亨 他不这么担心中国大陆的处境 他这位大亨 他是艾芬豪矿业的董事长 叫做罗伯特 他认为说 其实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牌可以打的 是可以来对付美国的 因为他已经有过去四年的经验了 而且他说 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是远低于川普第一个任期的 跟七八年的时候 之前比的话 他们对美国的关税的敏感度 已经要比过去还要低更多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 面对川普的关税政策 中国已经从这个过去的经验 有学习到 然后现在有更多的筹码了吗 北京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一些 新的反制来对付川普 委员又怎么看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不断的强调 他说一个最美好的字眼 就是terrorist 就是关税 但事实上关税就是刀的两刃 就是大家想 关税如果这么美好 过去为什么 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 把关税降到最低 究竟为什么 如果关税真的如川普所说的 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字 如同他的这个周边的这些智囊 说关税就是救美国唯一的方法 那么过去这些年来 美国不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白痴吧 就这么美好的字 居然不能拿来用一下 所以事实上关税 它就是一个刀的两面 那么我认为当然 这个川普现在针对 什么友好国家科10% 针对中国像敌对国家科60% 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 对美国现阶段来说 是一个短多残空的政策 所谓短多残空的政策 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因为你去刮人家好几层皮嘛 所以你当然收入就变多了一点点 可是为什么说长空呢 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的 你认为今天如果苹果的手机 在中国大陆生产 因为如此 它就会多磕了60%的关税 库克会怎么做 库克自己吸收到60%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啊 库克一定打打算盘 说我就60% 我就加在那个价格上 因为你们呢 我卖的再贵 你们都还是要买 那你说库克就会把苹果的生产基地 搬回美国吗 当然不可能了 看看波音的下场 看看美国东岸的这些 这个港口罢工的下场 这些加薪是加多少 加50% 加40% 库克想一想说 我今天把厂搬回来 我们的劳工品质又不怎么样 三不五十给我来个罢工 我还不如就留在 其他的国家生产 对我来说还比较有利 所以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一定造成在这通膨 这想都不用想了啦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川普的这个美好的字眼呢 短时间之内可能可以让他看到 眼前的这个玫瑰 可是他马上就 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那你说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说过对北京政府来说 民主党跟共产党都差不多啦 就这些年来 他们已经早就练就 这个金刚不坏之身了 他们对未来也没有任何的期待 我相信习近平所领导的 这个北京政府也不会期待说 谁上来会对中国好一点 谁上来对这个贸易上 会对中国放一个 这个放一条深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 事实上不难发现 中国大陆已经在做 一些相关的预备工作了 譬如说市场分散 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讲 美国之所以可以 勒索中国大陆 威胁中国大陆 不就是因为它有市场吗 不就是因为 它的人民有购买力 所以大家都要 把东西卖到美国去 可是我不卖到你美国去 我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啊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看得到 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 深耕得很深 在非洲 在东南亚 在中东 他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深耕 那很多人讲说 这些地方很穷啊 比不上美国 各位 再穷的地方 都有一天会变有钱的 这个地球的发展 就是如此 过去有很多很穷的国家 现在变得也很不错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只要能够把我的市场扩大 我自然就可以 面对你接下来关税的冲击 那你更不要讲说 你做初一 我可以当食物 你可以科关税 我也可以科关税 所以到时候大家 这个谁赢谁输 这个路死谁走 还很难讲 好 美中对抗格局下 在这个经济上 现在看起来美国会是短多长空 就是透过这个关税 最后这个通膨 会发生在美国自己身上 这一场中欧的贸易战 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的部分 我们来看中国商务部 发表的最新声明 从9月20号开始到今天 大概有20多天的时间了 那中欧的技术团队 持续的在布鲁塞尔这边进行 一共是八轮的这一种磋商 但是遗憾的是欧方 这是中国说的 始终为积极回应 双方存在重大的分歧 至于美国的部分 打的是美中贸易战 我们来看到川普怎么说 在大选前他再次的拉票 所以他有寄出了一些言论 10月10号他提议 要让汽车贷款利息 可以减免课税 阻止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商 来向美国做任何的汽车销售 至于美国内部 则是持续推广他的电动车 我们来看到Uber宣布 投入8亿美元 协助更多他的旗下 计程车司机 可以使用电动车 来减少碳的排放量 川普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不让入制电动车 从墨西哥流入美国 扬言征收200%的关税呢 Uber为了鼓励驾驶 改用电动车 他选择和英国的这一间 能源公司叫做Octopus Energy 还有中国的BRD合作 来争取充电的折扣 这是否又和华府的政策相违背呢 岳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选举前 川普讲什么的话 都不必太认真 我现在听说他要抽百分之一千的税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那么现在你突然变成百分之两百 我跟你讲 这个实际上 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做了个分析 因为川普本身 他强调的是MACA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时候 那美国三大汽车生产中心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在密西根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美国的大车 我从小就是看到那个台湾的大官 都是开美国的大车 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 还有几个人听过凯迪拉克 还有什么别克 美国的本身的汽车的行业 先被日本打垮 美国收拾日本的汽车行业 是有办法的 因为日本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爱怎么收就怎么收拾 什么301 超级301 什么都可以 所以说川普本身 现在这个讲法当中 他在选举前 实际上的话 美国本身对于新的汽车的话 就特别小心 它的电装的安置就不够普遍 那么所以说量也非常少 但是反中是他们选举的一个共识 但是你这边讲到了比亚迪 就是说是Uber本身要用比亚迪 跟这个AutoPulse Energy的话 这个做法上来讲 我觉得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话 就是要产成本对不对 你如果到大陆去疑问的时候 所有在城内开的滴滴打车 全部都是新能源车 为什么 便宜 充电的话便宜 有补贴 而且在充电的话 高风用电跟低风用电的价钱 差了三四倍 有的时候你跑一天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随便买一辆普通车 十万块人民币以下 每一天充一次电 可以跑四百公里 四百公里一天说说有余 回去之后 非要钱再一插上 然后就是半夜整个一冲来讲的话 加价便宜 一度电三毛钱 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己会觉得说是一个划算 那这个划算的事情 对于这个Uber来讲的话 他觉得藏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Uber有多大 对不对 就是所有的世界人的话 除了这个 我猜除了滴滴不打车以外的话 大概就跑到Uber去了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一个是在商言商 一个是在政言政 就没什么好谈的 接下来如果说川普独大的话 会影响的是 因为他一直都是支持他的孤立主义 接下来他会如何在美中之间的角力 来走他的路线 我们来看 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个分析 先来看到这位学者 是中国的学者 他说川普二次上台之后 美中竞争是在会一个大格局下 不会变 但是会采取的策略会有一些调整 会是竞争共存跟合作一起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 北京联合大学的院长 他是李政广 他也说 这个现在美国啊 孤立主义的情绪大幅上升 对大陆而言 经济挑战比较大 他反而认为说 地缘政治的压力还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川普回国走的是孤立主义 这对美国全球领导力 会带来一些冲击吗 对于大陆的部分 如果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在下降的话 更有利于大陆的外交吗 李老大怎么看 这个美国对这个 全球领导力的大小 往往是看你在国内 以领导力的大小 你在国内能力很强 你外面就会多发生一些 你一样 因为差就比较那个 那么川普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要讲得很清楚 就像讲 美国三个权 行政 立法 司法 就像赖教授讲的 三个权都被他抓了 总统是行政权 两院是立法权 然后大法官九个六个是他的人 所以这三个权都抓了 第一个讲说他的力量会很大 因为他真的是很杂质 有底气 第二个要考虑他个人 可以讲说人可能是越老越衰弱 但是有的人越老越厉害 古书上有讲一句话 国为虚立掌军 国家危险的时候要连长的军 为什么 他有经验 尤其对日本来讲话 经过魔鬼训练就更厉害 他过去四年是不是魔鬼训练 这边一个案子要干他 那边一个事情要干 怎么可能有几十年前 一个女孩的事情这个时候告 你后面没有人在后面 交索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在整他 所以他从这里来浴火重生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讲 他会更厉害 外在力量 主观力量他会更厉害 那对于中国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的角色要看两面 第一个因为他的保护主义 所以他的贸易要保护主义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 对美国出口会有影响 但是他会很聪明 美国生产 他会给你加百分之六十的税 但是美国不生产 民生必须年价品他不会加 他不会影响到国内的生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他整个来讲 他要保护主义的话 对大陆来讲 有利于大陆一带一路 因为你这边保护 保守 他那边可以有一个开展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而无停战 对大陆也有帮忙 因为他这个时候 跟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可以两边发展 他不会被你讲邪话的 不会说你在协助谁打仗 还有谁打仗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整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有师有德 但是德的面会比较大 尤其他现在马斯克 马斯克很可能将来是 中国跟美国中间一个 应该是利多于弊的 缓和多于斗争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大局面来讲 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 好 那刚刚老大已经用浴火重生 来特别形容川普 这一次再次的回锅白宫 我们也来看看说 那如果回锅的话 现在其实大陆方面最担心的 外界一直表示的 就是在经济方面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还有包括了台湾的部分 台积电等等 我们先来看到是说 半导体的产业 分析师他认为说 川普可能会对于大陆半导体 会寄出一个全面性的制裁 现在是说呢 不只是这个先进制成 连成熟制成 未来他也都不会放过 而且未来的关键也要看说 美国这些盟友到底会不会配合啊 配合度有多高 那刚刚说了 这个大陆可能会被课征60%的关税 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体大陆的半导体 台湾的部分 对于台湾来说 半导体当然也很重要 川普先前已经讲过了 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生意 那针对此 这个是科技集团的法务 我们画面上看到陈杰安 他也说了 美国强行收这个保护费 导致台湾半导体出口美国成本增加 美国境内依赖台积电供应的科技公司 将会受到波及 另外台积电等台湾企业未来 在获取一些相关的补助上 法律上的审查将会面临更严苛的一个审查 很多的观点都现在把这个保护费联想到军购 但是对于川普来说 台积电还有这些相关供应链 是不是一个更好去谈的一个保护费收取的筹码 委员怎么看 川普本人是浴火重生 刚才李老大讲对了 可是很多人要跳水不通 其中包括我们台湾 所以川普的竞选口号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但是同时对台湾来讲是 Make Taiwan Pay Again 所以要继续再付更多的钱 付的方式当然不完全是均购 他会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占GDP的比重 这一点对台湾的经济以及整个政府的预算 都会带来庞大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对产业界来讲 台积电当然所当其冲 他讲说 你们台湾偷走我们的半导体生意 偷的最多是谁不是台积电吗 所以搬回来变成美积电 美积电叫ASMC不是America Semiconductor 是什么 Arizona Semiconductor 你通通过搬过来 所以台湾的二奈米 搞不好被迫搬到美国去了 在这种处境底下 难道只有台积电吗 上下有厂商 你给我搬过来 不然搬过来我就克你重税 川普为了把很多企业搬到美国去 他会这样 连那个宾室跟BMW他讲 要变成美国车我再让你卖 所以川普对德国的这样子 对台湾怎么可能会轻松呢 所以对于台湾的产业界压力非常大 这个就变向台湾你要付钱给美国 同时台积电的其他的在海外生产的产品 表面上他并没有直接卖回去美国 他是受委托代工的 比如说今天NVIDIA下单给台积电 台积电帮NVIDIA生产 不是卖回去给NVIDIA 卖回去给NVIDIA的客户 比如中国大陆有哪个客户帮他组装 他送到给鸿海组装 鸿海在怎么样 就组装了以后就送回给NVIDIA 这个指定的客户 比如说Oracle或其他厂商 那这一循环绕这么一大圈 60%关税怎么分摊 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台积电已经跑不掉了 不是完全60% 但其中的10到30%可能跑不掉了 那其他的可能NVIDIA负担 有些Oracle负担 中国大陆代工只赚一点钱 所以表面上说对中国大陆60%的关税 你到底要刻中国大陆 要刻台湾还是刻NVIDIA 所以中国大陆损失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但还是会有 所以对于很多厂商可能最后搬到美国去生产 是唯一的选择 那这个就是台湾互保护会的一个方式 不要以为只有台积电 台积电上下有厂商有多少 包括目前的经济部长郭智辉他的厂商 他专门在帮台积电做after service的 那他要不要搬到美国去呢 都势在必行 所以川普经以算计 他只要觉得搬到美国来有利的话 他就会强迫你搬到美国来 搬到美国来可以增加他的就位率选票 因为让美国劳工阶层 过更好一点的日子 是川普政权维系的很重要的关键 像刚才赖教授讲说是民主独裁 可是两年后的其中选举 如果你政绩没有摊出来 你还是会垮 这个美国政治是无比的现实 所以这个众议员那条参议员 一定会逼着川普说 实现你的理想跟政见 让我们劳工阶层能够巩固选票 要不然这一次参众议员 很多人是很幸运当选的 所以这个未来还有一个考验 所以他至少可以民主独裁两年 现在在美中的对抗的大格局下 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颁布新的规则 美国半导体业者 接下来正在将他的中国企业 都从他的供应链中全部都剔除 里面不能再有中国的供应链了 另外呢 这个规定也非常严格 就算你是非中国的一些供应商 你也不能拥有中国的投资人 或者是股东在这个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到企业的部分就动起来了 先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 半导体加工系统制造商 微科一气 他已经开始要求了 你的合作厂商要立刻停止 向任何新的中国供应商采购 同时在2025年底要逐步解除 跟所有现有的中国供应商的相关合作 好 另外两家知名的美气 还包括了印材跟柯林集团 也开始动起来了 通知他的合作厂商 要来汰换中国的相关供应链 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家的 美国半导体公司都动起来了 要把中国厂商从供应链完全的去 剔除掉 现在全球化又这么的发达 但是真的有办法做到 把这些中国供应链都排出去吗 Rus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时间跟钱的一个问题 对一个问题 要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钱来移除中国 从供应链移除 那美国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近总统还来还去 我们又要换 所以在将来几个月 拜登政府进入跋剿期间 应该不会在这方面有太大的动作 然后川普上来之后 美国明年新政府上来之后 要看他们愿意投资多少个资源 在这方面 然后他们对企业界有什么样的说服力 我相信川普的幕僚非常主重这个问题 所以比过去四年或甚至过去八年 不管是拜登人群或川普第一个人群 我觉得川普本人不是没有那么在乎 对他来说 这个是在中美关系 贸易关系是一个对他来说小细节 因为他比较在乎是 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多少东西 川普会把自己个人的focus在那边 但是像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我认为川普会把这个问题 交给幕僚团队来处理 而且幕僚团队对中国是非常强硬 所以我真的认为在将来四年 我们会看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会有各式各样的政策出来 好所以现在看起来 因为川普比较有可能会当选 那听起来这个幕僚未来对中的态度 包括对中国供应链的态度都会更加的鹰派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我们看到中国厂商也赶快来动起来了 中国厂商也寄出了这个反制 来面对美国的各种科技限制 那他着重的就是在这个控制原料的出口来进行反制 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安部 在11月4号的时候这一天特别指出说 他最近在处置一桩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中国近年有人企图将他的家运送出去 好这是中国的部分 那同样是原物料的这些重要大国 还有东南亚的国家印尼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印尼的新总统普拉伯沃 他最近说接下来要来访问中国大陆 大家还在看说目的是什么 但是其中对国内自己的政策也跟中国大陆一样 针对了这个原物料的出口开始做了更多的限制 主要是针对自己国内的12种的矿物都来做出口管制 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国现在要来做反制 他靠着原物料出口依靠这个控制住就能够对美方来进行报复吗 那中印尼因为这个目标看起来有一些些的类似 有没有可能会一起来做合作来对抗西方 赵老师又怎么看 我先这个问题跟刚才你问Ross这个问题有点关系 我不相信这个因为这个会逆全球化 你想要做到就是说你用贸易作为工具也好 你包括你也绣金属 这些作为一个工具来打开一场所谓贸易战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难 因为供应链基本上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川普上来以后他会往所谓 无理主义去走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了 因为今天的世界跟过去门罗主义 门罗总统 我刚刚讲环环相扣嘛 想一个产品出来的话 它里面有多少的国家有多少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一个国家它能够独断的独行的 好 刚刚你刚刚就提到那个问题 包括印尼最明显的印尼产涅嘛对不对 对 涅大国 印尼跟中国主要是稀土啦 包括还有铁 中国是这个最比较重要的 跟现在所谓的很多的产品 半导体也好 晶片也好 包括电动车什么都有相关的东西 那你想印尼跟中国这两个 比较世界上比较 可以说原物料比较丰富的一个国家 你想利用这个东西要结成联盟 来对抗西方 我个人觉得难度很高了 那美国方面它当然也做过准备 那美国它也是一个 这个物产很丰富的国家 对不对 我们到美国去 我们看到光是加州一个地方 它的蔬菜全美国它吃都够用了 所以美国它也做这种准备 它可以你印尼也好 你中国也好 你如果对它 对这个采取一个联盟来抵制的话 美国可以从别的地方来买了 所以我不认为它将来会拿这个 当然你现在看起来就是 反正你有你手上握有 比如说你有高科技 那我有原料 大家来拼一拼的 到最后两败俱伤了 我一直相信全球化 现在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气头上 而且想拿这个作为一个工具 世界国际政治的历史 葵伯兄他也是专家了 告诉我们采取经济封锁也好 采取贸易制裁也好 能够成功的例子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你不要忘了当初这个六四的时候 你记得西方国家想要采取制裁 日本的根的 第一个也是采取制裁 可是第二年 海部郡树当时的日本首相 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 你要采取制裁 要所有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 光你一个国家要采取制裁 采取抵制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 全球稀土大战 现在有14个西方国家 要来一起围攻中国大陆吗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不久前 才在印尼签了这个大型的 涅矿相关的投资 已经好一阵子了 现在要来对抗中国 对于这个高科技稀土的垄断 14个西方国家 现在合体和欧盟一起所组成的 这个叫做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在23日他们提出了说 接下来会有一个全新的融资计划 地点就是选在非洲的 坦上尼亚的卡班加 要投资在这边的大型涅矿 做一个全新的开发 另外在加拿大的部分 同样提出了他的新计划 这个地方是位在加拿大的 萨斯克车温审 那也宣布了要生产稀土 和中国一起来做竞争 也成为现在北美 首个稀土的金属替代来源 预计今年底前 就可以达到每月生产量 40吨的稀土了 欧美现在联合围攻 能够威胁到中国在稀土的一个优势吗 华干哥怎么看 在坦上尼亚这个卡班加 你知道为了是什么吗 因为卡班加的涅矿 是全球品质最好的涅矿 那他为了 你知道这个14个国家 叫做什么 叫做矿业安全伙伴 MSP对不对 MSP就是冲着中国大陆来的 为什么 他在卡班加投资 就是要弱化 中国在印尼的涅矿投资 为什么 印尼涅矿大家都知道 全球占55% 占一半 然后因为中国在 跟印尼的合作 是很紧密的 那卡班加这种优质矿 要是开采出来的话 就大大威胁中国 所以这个是有相对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你不要以为MSP是什么 什么好单位说 哎呀 台上你啊 你没有钱 好 我们今天 安全伙伴关系 拿钱来帮你 你知道什么 什么银行来帮 帮他 高盛 花旗 还有什么英美 什么 什么投资银行 都来了 谁叫他们来的 美国吗 这些 这些大大大银行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帮你干嘛 帮你建立融资计划 帮你融资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叫融资计划 就投资就投资 还要融资 大家都怕 拜托我们把风险分散一点 好不好 大家各银行 大型银行 高盛 花旗 通来参加 那个融资计划是什么 很长远的美景 画给你看 这些银行团 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国家在支撑你 你们今天来帮卡班加 这个大型投资计划 做融资 对 因为 我跟你讲 大型涅矿 在那种 比较落后的地方 对于环境的威胁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讲 就减碳了 对不对 那你在那边 你只要大机具一来的话 那一定是 增加非常多的碳排放 所以他们 因为在那种地方 他就有很多的 新的矿卖 你要做的话 前几年都只是计划 但是你真的要开采出来 超过十年以上 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MSP 这种大型计划来支撑 来帮你去把这个矿 给开采出来 所以你就想到说 这就是一个分摊风险的 其实老师讲一句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都是首脑会议 所以像加拿大这个 那个薩斯克森 他也是要说 我们现在开始 也要生产稀土 不要忘了 稀土95%的产量 跟销售都控制在 中国的手上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来把中国的控制权 跟它的生产 要尽量压低 让中国不再在 稀有矿产上面 有在世界上 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这就是英美联盟 他们最终的目的 好 一边是英美联盟 中国大陆持续的在经济 它在稀土这边 而且现在说 整个国家要来控管住 他们要透过这个新的法律 条例 10月1号上路叫 稀土管理条例 要来明定说 稀土属于的这些国家 所有任何组织个人 都不可以侵占或者破坏 并且接下来会对 稀土的开采野链 利用流通到进出口 都实施一个 全部产业链的一个严格监管 我们来稍微看到一下 现在目前在全球稀土的 一个小档案 是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局 做的分析 在去年的时候 稀土产量24万吨当中 占全球的2分 3分之2都是中国的 那全球17种稀土元素当中 中国就占有4成 另外最近更在四川两山 发现了新卖矿 我们现在来请 大前委员来带我们看 中国大陆10月1号 正式要上路的这个条例 刚刚说了 国家会全面来做管理 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现在看起来 中国大陆的部分 长有4成的这个稀土资源 对抗西方国家 就会更有底气了吗 委员怎么看 看到中国大陆 全面的对于稀土 来进行管理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 这个目光拉得更大 就是看更大的格局 其实这代表说 中国大陆 必须认真的来面对 他们也清楚的理解到 就是美中争霸这个格局 不会在短时间结束 而且这显然的就是一个 树欲进而风不止 这个美国会不死不休的 一路纠缠下去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你不难发现 他现在在做的一些动作 跟布局 他都是为了整体 接下来可能会长达 10年 20年 如果真的要分个 不死不休的话 那恐怕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要如何因应 跟美国跟西方霸权 对他在各个层面上 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围堵 我们看到的科技 我们看到的军事 我们看到的政治 我们看到的经贸 一波一波的 是完全都没有停下来的 那么当然 稀土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一张很重要的筹码 这是一张很重要的牌 就今天西方国家 你要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 我就掐住你稀土的脖子 你掐住我ASML的光刻机 我就掐你稀土的脖子 大家理善往来 有来有往 谁都不欠谁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除了稀土之外 我还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看到他最近积极的 在跟中国 这个全球南方国家 在进行结盟 我相信中国大陆 自己也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他必须要 把市场上 也要同时做转移 就是市场 所谓的市场 就是他现在的市场 这个过度的依赖了美国市场 过度的依赖了欧洲市场 所以美国跟欧洲 只要一掐住他 对他来说 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跟伤害 可是他现在 已经积极在部署了 要把市场也要做转移 那么包含原物料的供给 也要做转移 也要做调整 原物料的供给 包含了他自己 所出产的稀土 包含了他要跟人家 所购买的原物料 这些东西 他都会预知到说 接下来 美国一路一路的封杀他 也极有可能会在 这个关键的原物料上 对他进行封锁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对自己手上的筹码 现在进行盘点 同时积极的对外 扩张他的市场 扩张他其他原物料的来源 那这代表说 他已经意识到 下来跟美国的争霸 不要说他跟美国 是美国要跟他争霸 大概在短时间之内 很难结束 好 不管是美国的 对于中国的制裁 现在还有欧盟 我们再往下游看 这个稀土的下游 就是电动车 因为欧盟接下来 要对中国大陆客征 最高36%的关税 所以现在中国的车厂部分 也开始有一些应对方法 这当中未来汽车考虑 要收购奥迪 位在比利时布鲁赛尔的工厂 似乎说这样就可以 避开欧盟关税吗 卓老师怎么看 好 我想不少大陆的汽车厂 现在都规划要投资到欧洲去 包括像纬度科技 这个是做电动卡车的 包括领跑汽车 以及吉利汽车 收购的富豪汽车 现在都传出来说 他们要到欧洲去投资 不只是他们 包括重要的关键的零组件 电池 比如像宁德时代 或者是华友孤业 这个大家都现在已经有相关报道的 好 那么这样子的投资 能不能去克服欧洲的关税呢 目前看起来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可是它会面临到两个重要的挑战 对欧洲内部来说 它会有两个进一步的顾虑 第一个顾虑就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的汽车厂 来欧洲投资之后 是不是会加深欧洲 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 是不是会对于欧洲本身的企业 带来更沉重的打击 因为当它一旦落地生产之后 它就跟欧洲本地的企业 等于是处在一个平等的 一个竞争的基础之上 那欧洲本地的企业 其实比如像说 在它的电池相关的企业 其实本来就是比较弱势的 这一场举办在中国大陆的进博会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好 11月5号到10号正式的 在上海这边举行 那我们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来做这个开幕式 那非常多的国家参加在这当中 包括了马来西亚 斯洛伐克 哈萨克 蒙古等等 非常多国都一起出席了 那这一次因为之所以受到关注 是因为500强企业里面 就有297家都来了 这个数字是创下历史新高的 那还有129个国家 3000多家厂商都在里面 这一次进博会展场上面 大家说有一个亮点 就是在于不断的强调 先前习近平他不断强调的 薪质生产力这个关键字 也就是作为产业发展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再来就是说 朋友圈的部分要再扩大 然后他也特别强调 非洲好物要带到中国大陆 请教黄老师您如何看 这一次的薪质生产力的概念 我们可以如何在这个 进博会里面做到一个 比较实际上面的一个观察 那非洲好物代表 现在已经非常重要了 反映中非之间成为这个贸易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吗 这个薪质生产力 有人说它是根据马克思经济学 所发展出来 所以其实春宫 东亚所正牌的博士 对马克思其实学的比我们都还要好 但是就我的了解 这个薪质生产力是在大概 一年多一点点 就去年的9月 习近平去黑龙江访市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 提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解释 因为薪质生产力 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讲 就算念经济学的人 也不一定知道 到底什么叫薪质生产力 简单来讲 根据中国大陆的产式 它就是里面包括了 一些创新的成分 你要用当代的这些新科技 新能源 新技术 新概念等等 去制造你的产品 只要跟这些有关的 都可以广义的被解释 称为叫做薪质生产力 所以呢 你可以讲说 它就是等于是 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产物 所以它跟非洲很多的产品 其实是无关的 但是啦 因为它这个薪质生产力里面 也说了 如果你是一个 包括发展方式的创新 譬如说我过去都是用牛羊马 现在换成用机械化的生产 虽然说对我们来讲 这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 发展方式的创新 说不定 以中国大陆的观点来讲 非洲现在很多 透过机械化的这些生产的 也可以算是一个叫做 薪质生产力的产品 总之 中国大陆现在在推广 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也是希望啦 就是自己 不管是自己 或者是贸易伙伴 都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那至于为什么要讲到非洲好物 其实各位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 已经有太多年了 每年一开年的第一个国外访问 就是去非洲 因为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进入到联合国 取代了中华民国的席位 就是因为非洲国家的支持 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非洲不管在外交上 或者在一些相关的国际互助关系上 其实对中国大陆太重要了 可是现在非洲大陆 它现在要的不只是 这个面子或外交的问题 它也要理子 也就是非洲 各位或许不太知道 它的人口现在只有14亿 大概比中国大陆跟印度 都还要少那么一点点 但它的土地却是 中国大陆加美国加印度加澳大利亚 四个的总和 然后它的人口的平均的年纪 其实才大概三十多岁 整个非洲大陆 当然它的平均余命 就它的平均年龄 还不到六十 可是你不要看它这些坏的 你要看它的好 包括它的经济的发展 它经济发展 现在每年的GDP的成长 大概都在3%到4%之间 不管是国际的局势 怎么样的变化 而且它的出口的量越来越多 所以中国大陆不管在外交上 政治上 经贸上 它要抓住这些非洲的好兄弟 那一定要强调 非洲产品在中国大陆的行销 所以非洲好物 趁着上海市博会 这一个中国大陆商务部 跟上海市政府 共同合办的 已经七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博会 我觉得正好 又可以做贸易 又可以做好外交 这是一举两得 好 刚好拉了非洲进来 等于说在扩大市博会 它的整个交友的范围 那同样的情形就是因为现在在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都说如果川普当选会走贸易保护主义 就是会比较孤立 那跟中国的部分 现在说要增加扩大朋友圈 好像成为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呢 中国大陆他也针对关税的部分 做了一个新的政策落实 他说这个关税要降到7.3% 那制造业的外资准路要变得更为开放等等 这些一系列的动作 是不是有点在按批欧美的关税 还有科技制裁等等 Rus有什么解读 我们要面对事实 那就是中国在 不管是在非洲或中东地区 真的有发挥它的影响力 那欧美我觉得最好不要低估中国 在这些地区能发挥这个影响力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虽然美国跟欧洲常常说 非洲不要跟中国做得太近 尤其是不要借钱 因为会有这个所谓的债务现金 这个是美国智库学者或政府常常说的一句话 但是虽然部分的这些中国在投资 这些公共建设在非洲 的确是可以说是债务现金 但是大部分的非洲国家 还有中东国家 愿意跟中国扩大贸易来往 那中国真的有好大的机会 虽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还是欧洲跟美国 中国不能忽略美国市场或欧洲市场 但是它也有新的市场 那就是我刚说的 非洲跟中东地区 而且这些国家真的是很愿意跟中国交好 真的很愿意跟中国扩大贸易关系 这个是下一个美国政府 真的要关心的一个意见 非洲国家不会因为美国批评中国 而不会跟中国继续扩大贸易来往 这个真的是美国新政府 要面对的一件事 好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的动作就是很多 因为我们就是很关心 接下来如果川普入逐白宫之后 对于中国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些些的冲击 那现在是预估呢 接下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举办之后呢 可能看到中国会有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 尤其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几天确实是已经召开会议 而且现在确定了 接下来会批准是规模达到 数兆人民币的财政计划 那这个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现在也有一些机构开始做分析 第一个是看到华尔街日报 它是认为会达到 十兆人民币这么多 高盛预估呢 中国会发行大概一到两兆人民币的超长期 特别国债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野村政政也说 中国未来几年的规模 会达到他GDP的2%到3% 但不管怎么样 川普一旦胜选 外界是认为 中共的刺激 他的经济政策 会扩大的规模 最高 甚至达到20%左右 我们看到不同的机构都有不同的预测的这个规模数量 但是确定的是 中国大陆他一旦寄出这些很大规模的经济措施 就可以来挽救目前稍稍放缓的他的经济了吗 春公怎么看 美国你会印钞票 我也会印 大陆 他们现在讲 必要是不止10兆 人民币 不止10兆 因为他主要当然应付你这个将来这个关税 或者会从贸易战 将来甚至于到了这个科技战 到了货币 到金融 他也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川普手中最大的武器就是钱 当然中国一定是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可能会不止10兆 10兆 看清醒 文家宝他是主张开放 现在大陆上的经济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了 尤其你刚刚讲 是不是将来内循环 到内循环还是为主了 他希望能够刺激消费 消费现在 消费的信心还是有点问题 而且他现在大陆上还有通货紧缩 包括他的这个债务问题等等 所以对中国来讲 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他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川普上来以后 会怎么样来处理 会对中国在贸易战这方面 或者可以在经济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这是中国最担心 反而不是我个人看来短线不是台湾问题了 你刚刚讲了三个T里面当然是台湾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的索要科的惩罚性关税 对中国大陆自己的电动车产业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反而会对自己西方车器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很多西方车器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他们自己品牌的无人车 然后销往欧盟的市场 所以中国大陆每年销到欧盟的电动车的市场 大概也不够就是八万辆而已 这个数字其实小到可以忽略掉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在2023年 中国大陆总共销售掉了840万台的电动车 中国大陆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840万台 你知道占了全球市场的比重 占到多高 占到60% 就中国大陆光自己一个市场 就是全世界电动车市场的60% 然后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车子外销了多少 外销了90万台出去而已 那么当时在这个90万台 它占了全球的电动车产量 占了多少 占了65% 你想想看 90万台就占了全球电动车 占了65%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自己的市场 840万台就占了全世界的60%的市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电动车真正最重要的市场 是在中国大陆 而不是在欧盟 那么中国大陆之所以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有这么成熟的电动车的技术 最主要的是因为政府大力的投入 不是投入在对企业的补贴 它是投入在基础建设工程的这个建设 各位知道要开一个电动车 最重要的大家 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能不能够充到电 我的车子会不会荡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车子会不会荡在马路上 我到底要去哪里充电 我充电要花多少时间 这是用车的这个使用者 他首先会考量到的问题 可是中国大陆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不但到处广设充电桩 他统一了所有充电设备的规格 他甚至加盖了很多的所谓换电站 这个当时我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曾经在台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建议跟政策 就是为了要节省这个大家 用这个充电的时间 不应该用充电 应该直接把电池拿下来换 就再换一个电池上去 这个车子就可以开走了 但是台湾没有做到 中国大陆做到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又鼓励大家来购买电动车 所以你们知道在中国大陆买车 如果你是买燃油车 你要等牌 你等要等好长一段时间 而且你要付钱 那中国大陆有些城市 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电动车 他就说你只要开电动车的 不用等 随时申请随友 然后也不用来付一笔钱来申请 所以当然对一般的民众来讲 我的车子又可以充得到电 我又可以省油钱 然后我又可以很快地拥有一辆汽车 再加上这个车子的价格也相对很便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因此我要提这件事情 就想让大家想一想 你们认为美国有这个实力吗 美国有这样的基础建设工程吗 我常常说我到美国自己去开车 美国连高速公路都像是打过仗一样的 崎岖不平了 你还要期待他去到处广设充电桩吗 欧盟现在有这样的实力吗 美国跟欧盟都没有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不要说别的 他只要继续扩大 他的电动车的市场就好了 毕竟中国大陆电动车市场 还有很大的扩展的空间 因为现在只不过是840万辆 中国大陆有15亿人 这15亿人不要多了 5000万人开电动车 中国大陆自己的车系就已经吃不完了 那你至于说欧盟跟美国 要怎么挡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那就是你们家自己的事 好 欧盟的关税战 伤不了中国大陆 反倒是还会伤害到自己 那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关税战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又是什么 这是来自于瑞银的经济学家 发出的报告 说美国如果说 对所有中国大陆 接下来消美的商品 刻意60%这么高的新关税的话 恐怕造成大陆下个年度 GDP则损大约2.5个百分点 不只GDP受影响 为了对抗关税攀升带来的影响 大陆政府必须要采取相对应的财政措施 还有宽松货币政策 这当中指的货币宽松政策 包括发行特别国债 那经济学家特别在做了强调 他说接下来中国央行 可能会让自己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大约幅度达到5%到10 我们现在看到川普都还没上台 就说接下来我要用60%的高关税 来击垮你大陆的经济 除了这是第一点之外 第二点大家也在预测说 接下来川普上来之后 可能会造成这个通膨问题 那川普能够让美国的 拿美国这个通膨问题上升 来对赌回掉人民币吗 上次哥怎么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多重 比较复杂的层面 首先我要先这样讲 针对于这个未来 因为大家现在全世界 包括中国大陆 很多华尔街都在研究 川普一旦上任之后 关税这么高 中美的这个贸易关系 进出口关系 这个影响性实在是空前难以想象 但是现在其实目中一事 我觉得大家不要轻有定论 首先我先对于瑞银 她现在分析说 针对关税影响 她可能人民币 她预估会贬值5%到10% 我个人并不赞同 我在看了很多的 中国大陆很多 对于人民币的分析资料里头 没有错 今年6月人民币 突然贬值到现在 那么对于之前一阵子 人民币一直维持强势 你要知道从去年开始 全世界所有包括瑞银 经营学家 还有很多都说 人民币会贬值会贬值 但是中国大陆 就不给你贬值 到今年6月才下来一点点 可不可以 大概也都对美元 大概7.1 好 我所看到的很多的 中国大陆内部分 你一直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 包括中美的经济的动荡非常大 人民币不会轻易贬值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的国力 中国的总资产 不是只有在中国境内 全世界在外围 有多少人民币在外面 OK 你一旦贬值5% 这边到10% 就表示你全世界 你的人民币 你的中国的国力 就自动少5% 10% 所以对于国家的战略当中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不利的 我为什么要贬 因为一般来讲 这些经济分析学家 都说你关税怎么样 我要有竞争力 所以我贬值 我贬值之后 我就可以进出口 做得比较好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对国家总体的 刚刚讲 当你进入到货币战 这种所谓金融市场战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可以轻易贬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至少去年到6月之前的时候 整个中国大陆人民银行当中 作为强势的这个 因为中国大陆进入口 有一些影响了 可是作为强势货币 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坚持 而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跟去美元化 对 我认为去美元化 在中国大陆跟 美国进出口市场 是两个完全不同思路的战略 对 因为在去美元化过程里头 你要跟俄罗斯 跟全世界那么多的货币 做本土的部分的结算 你的如果货币 在国际间相对美元 是贬值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他等于在去美元化的战略 跟我们现在讲说 中美进出口 你只要贬值 你不要有优势这件事情 可是这次都就是在常态上来讲 为了抵消关税的部分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现在都还很难讲 首先我替大家注意 其实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观察 其实川普真的很重要 川普在我们在看 在过去上一任的时候 他的整个架构是这样的 抵高关税 关税强度之后 第一个他要把制造业拉回来 就业拉起来 国力拉起来 让美国民众给他赚钱 川普是一个不想要乱花钱的人 所以你看他军事战略 乌克兰也不想出钱 台湾也要收保护费 也就是他在对于金钱架构 跟传统政治家不一样 过去政治家 美国政治家的部分 他都是一直花钱 我要到处军威 我要到处参与 也都在花钱 联合国也在花钱 川普相反 不想乱花钱的 因为川普他心中认为的美国国力 是美国很有钱 美元很有价值 然后我们卖东西 我们的东西最强 他是从这个经济市场 跟民生面切入 跟一般传统政组不一样 好 拉回到我们之后 很快讲说 于是在这个货币里头 其实你说四年前 八年前的时候 川普有大量运用美元 作为对杀 就是杀中国的部分的战略 没有 因为你美元强势 或弱势与否 这对市场冲击影响 这跟商人的思路不一样 商人是不会轻易毁掉别人 商人就是说 你不要赚 由我来赚 所以这个部分流通性 跟传统政治思路 跟他一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到现在我现在听起来 关税有很多东西 你没有听到 因为过去 川普也没有大量动人民币的 这种所谓金融货币战 而且我们知道 叶伦最近一直多次 他好多次在讲说 美元现在有点危险 去美元的话越来越多 好 我们最后一点 就大家去思考 未来川普把所有制造业 找回来 国际间只要没有在美国 制造生产油体半导体科技 这个最赚钱 AI的这个东西 在这里 然后美国要赚很多钱 美国很有钱的时候 美元当然很强势 对吧 好 但是美元都吸回来了 因为只要美国有获利 都吸回来 美国股市都预估很好 美元都在美国境内 它是不是对于去美 外面都美元少很多 所以是不是就使得 去美元化各方面会加速 这就是叶伦最近的担心 所以在这个货币战当中 接下来怎么走 从一个政治思路走 从一个货币的结构走 我觉得瑞银这种 只从进出口传闹的思路 是不正确的 因此我认为 现在到底川普 要不要杀人民币这件事情 目前很难说 因为就杀人民币这件事情 就伤人的思路来讲 应该排在后面 目前我们也没有听到 川普在所有当中来讲 针对于美元 或要杀人民币 所谓这件事情去美元化 这个部分的动作 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听到 川普阵营有具体的一个战略架构 好 贸易战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陆 它可能还是为了要维持它的国力 所以可能还是会持续的维持 它的强势货币 跟瑞银专家所预估的不太一样 那这一位专家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不只是美国要打贸易战 他可能会拉其他的盟友 一起来打 这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 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 好不容易复苏的经济 委员怎么看 川普所谓的这个贸易战 其实根本上就是一个很脑残的主意 那么大家看到的目标 好像是针对中国大陆而已 其实不然 他针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跟他对盘的 不对盘的 他都要磕你关税 只是关税的高低而已 就不对盘的 关税高一点 对盘的还是要磕 你不会减免的 你还是要付关税 所以当这个川普准备要展开 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刻 其实就把全球的经济 推回了当年二次世界大战 前夕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总是认为 说全世界的国家 把美国的钱赚走了 可是他殊不知 美国自己本身是没有能力 发展制造业的 美国已经到了一个 更先进的地步 他是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的 因为他的劳工 我不要讲说智商够不够 但他劳工并不太勤劳 然后他的劳工要求很多 他的工会有一大堆规定 所以任何制造业在美国 要能够站稳脚跟 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生产成本都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 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这些制造业陆续地 迁出了美国 所以其实美国 当时在柯林顿总统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一次 大规模的产业转型 因为柯林顿看清楚了一点 美国的制造业 跟美国的强势美元 是不可能并存的 大家想想这个逻辑问题 如果我美元是强势的 我在美国Made in America 我卖出去的东西 根本没有竞争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并存呢 美国就是长期以来 一直在这种矛盾中 所以你就会看到美元 一下起一下落 一下起一下落 然后要不然就是 逼人家起自己不落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就是希望增加 他的这个制造业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可是柯林顿看准了这一点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大家仔细看一下 柯林顿那个时候 做的整个的 美国的产业转型 他把东岸交给了华尔街 他把西岸交给了西谷 那这两个产业 都可以同时跟强势美元并存 因为只要美元强势 国外的资金就会不断的流入 不断的流入就可以投入华尔街 就可以投入科技业 这是当时柯林顿在担任总统的时候 非常聪明的一招做法 可是接着到现在这些总统 就发现他们智商真的有一点问题 就是你现在要让制造业回美国 那你总要告诉我 你的美元要强势还是弱势啊 你要维持弱势美元吗 刚才上次哥已经讲过了 弱势美元的下场是什么 你美国现在欠债已经欠到34兆了 你美元再这么弱势 大家谁要持有你美元呢 所以其实川普要走的这条路 根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那你说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需要做什么 太简单了 这个瑞宁专家讲得很清楚 他需要做得很简单 就是结合其他被川普一起 刻关税的市场 大家来组一个关税同盟啊 在我们这个关税同盟之内 我们都免关税 那么出去 那再来刻关税 我们就是用关税同盟的这种概念 这就我刚才强调 就是几乎走回了二次世界大战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走向关税同盟了 中国大陆做不做得到 他当然做得到 他有金砖国家 他有上合汇 他有这么多这个全球的南方国家 他有非洲的市场 他有中南美洲的市场 他怎么做不到 所以当这个川普要做这件事情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逼着中国大陆 去结合所有 深受川普之害的这些国家 大家组成一个更大的市场 没关系 我的货不卖到你美国去 那我就卖到其他的市场去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地球这么大 又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市场 好的确 强势美元很难跟这个制造业 发展同时来做 强势的制造业发展同时来做并行 我们也来看到这个 美中不断的竞争之下 接下来影响的 当然还有台美之间的关系 因为川普任内的 这一位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莱恩 他在7日特别提到说 我们要来看到台湾人民的意志 他说台湾应该至少把你GDP的5% 用在军事支出上面 才能跟上大陆军事上面 目前的扩张 那针对此 我们也来看到的是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前总编辑胡锡进 趁机猛栓 他说民进党当局 这下要瑟瑟发抖了 因为川普在压榨盟友方面 是有各种创意的 事项非常难看 但他认为就是美国政策的真实想法 川普对中施压 也对台湾施压 他所认知的国际的关系 交易 台湾应该要怎么样来趋吉弟兄呢 温嘉老师 我想这个川普 他所认知的国际关系 其实与其说是充满了交易 不如说充满了利益 因为美国优先 这是川普的slogan 所以看来 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 尤其在川普凸显的是 没有拥有朋友 没有敌人 只有拥有的利益 那相对的这就是在国际现实主义里面 所提到的要让安全极大化 也让利益极大化 那你想一想 我们一直想说 跟着美国 美国对我们台湾怎样 但是黄国来看一个问题 我们台湾也一直在利用美国 包括利用美国来保护我们台湾 包括利用美国来让我们的产业升级 对不对 包括利用美国让我们的民主能够深化 加上利用美国让我们的国防强大 这是彼此的一个互相的结合 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当然 这个刚刚您所讲的 其实也是提到一个问题 说他要靠人民 台湾的人民 的确 自己国家自己救 我认为如果现在 如何能够批这个趋吉避凶 那就首先要进行自助 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然后老百姓到底准备好团结了没有 因为其实说真的包括加强国防的一个实力 那当然来自于提高预算 这5%其实我觉得也不为过 那加上呢 再加上对台湾的整个一个国防技术的研发 这也是必要的 那当然在这个自助之后才做一个人助 那当然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要跟美国的合作 因为彼此各取所需 那此外呢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国际间多元化 比如说跟日本韩国 包括所谓的这个欧盟国家等等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这种鸡蛋还是不要放在同一个这个篮子里头去 那当然此外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国防 那讲科技 其实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 就是一个科技力量 我最近跟日本聊天 他提到一个问题说 在1853年就是有黑船来了 就是美国黑船来 所以那时候这个日本才刺激他的一个所谓明治维新 那我觉得最近在2020以后 我们台积电去了 去雄本 那个是什么 第二次黑船2.0 这所以我们台湾还是有我们的优势 那只要我们的优势能够更花扬光大 那自然而然的 我们跟美国也好 跟国际也好 等有效接轨 那就是达到自助人助的一个境界 拜登政府月结束了对中关税的政策评估之后 正式的宣告 8月1号开始 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提高三倍 至百分之百 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之后 针对此议题也做了表态 他说拜登光是拉高关税 只会让电动车 在中国的电动车 在墨西哥边境来设厂 因此他上台后更衡了 会以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两百 关税来威胁 要中国大陆电动车厂牌 到美国去建厂推动当地生产线 也制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川普的关税政策都喊到 百分之两百了 威胁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在美来设厂 这样做是双赢吗 因为我们看到了 美国人得到工作机会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也能再进入美国的市场 算双赢吗 上次哥怎么看 川普当然会变来变去 但是我们得要先看川普 在整件事情上 对中国的到目前为止的思路 才让他在整个选举的部分的 开始进行很多的 也要提到对于中国的 所谓美中抗争的这件事情的过程 我想首先很清楚 第一个他没有再谈 中国大陆的什么军事威胁 什么等等 什么第一岛链 军事性的东西 跟拜登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他提出关税 特别是对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 这种对于商业性的 包括我想说这种市场 前瞻性的这种应用性的部分的东西 会吃掉很多 包括甚至就赢过美国的 这种东西 川普是很在意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我们具体听到 他都能提出关税 目前最清晰的 就是他关税要继续增加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说 他怎么会提到说 对中国大陆电动车 那你就到美国撤场这件事情 当然首先我们要了解的部分是 川普作为一个 非传统的政治人物 他的思考方式 并不是像现在拜登政府 或他的幕僚 就是杀中国什么都杀 乱杀一通 可是你杀的这些东西 你也不让这个 埃斯摩尔什么都不让 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有没有欺商权 伤到自己的产业 传统的拜登政府 政治人物是根本不去精算的 可是你看 川普他就是个商人 所以他概念上当中 中国电动车 他也没有去思考 什么政治的效应 这个东西就是 我要高关税 你要进来抢购我们的生意 或者我们的市场 所以那你就进来生产 跟半导铁科技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 他在表达 对于中国电动车的部分 是为了跟拜登政府 现在当然是贺锦丽了 这个两个部分的方向的落差 让大家理解 你看拜登后家贺锦丽 你们还是现在就是 关税 你们关税也是学我的 就是当时我东统的时候 我关税你们继续延续 可是我就更精密了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 这个政治语言当中 还是在回到他自己一贯 在看待所谓的中美关系的 这个大的思路架构 但是这个东西影响性大了 你可以看到包括特斯拉马斯克 他就在第一时间 你可以看到电动车系统里面 就第一个CEO 就是立体川普 只是他没有 就是你知道为他当拉拉队 可是你说马斯克是 这么样政治诉求 相同于川普吗 还是说当如果川普这么做 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包括中国大陆电动车的 美国市场本身 能够更倾向于特斯拉一点的 情形之下 我觉得对马斯克重要的 也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最决定马斯克的 电动车施展 未来的生死 当然这是以延伸来看 最后我要讲的部分就是说 整个其实川普的部分的思路 跟刚刚讲政治幕僚 跟拜登那边做这些东西 我也不管你荷兰 艾斯莫尔损失多少 股价跌多少 我也不管我美国 在半导体当中的零组件 跟原料供应商 我们自己损失不少 他就为了政治 就是打打打 打中国的科技 然后电动车也就打打打 生产过剩 他没有一个商业 或市场当中的end goal 最后的终极目标 我说拜登跟贺锦丽这里 所以川普在整个思路上 他的概念不是幕僚给他 就像拜登一样 幕僚给我什么 好 我同意这个 川普是自己 他到主导 我就是关税 我就是后面 你要过来给我生产 他整个状况 是鲜明跟强烈的 就我所知 现在中国大陆 其实包括很多电视场 其实川普具体表达了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机会 去美国设厂 可是关税很高 那怎么办 我觉得最近 我所知道 中国大陆的BRD 包尼的时代 他们现在都是非常认真的 对于到年底 选举前之后 要因应所有的可能性 好 面对这么鲜明的川普 提高这个关税 甚至砍到200%了 会不会改变 中国大陆这些企业 电动车厂的心意 老师怎么看 我们要先看的是 川普他现在这个人 因为我这段时间 我去看很多一些 以前跟川普共事的 这些官员的回忆录 他们里面其实 现在这些书 在美国都卖得很好 因为他们想 如果哪一天 川普真的回去白宫的话 那我要先看看 我要怎么跟这冠老板打交道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里面都有讲到一个 川普他是一个 很重表演的一个总统 他是一个 很喜欢在众人面前 希望去呈现出一两句话 那两句话可以去给 选民造成非常深的 印象的一个总统 所以其实他今天讲的这些话 会不会日后真的变成他的政策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一点可能还要再观察 因为其实现在的一个 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 我们现在看已经差不多要到八月了 基本上已经到最后 我们讲的最后歌喉战 最后的这一个冲锋陷阵的时候了 而且又经历过了现在的美国 经历过了这个枪击事件 然后可能这一个民主党要再换 对现在的一个川普来讲 他要打的可能就不是 我们刚刚说的精打细算那一套 他要的是一个短而简单几句slogan 可以去吸引选民的目光 他就成功了 所以其实我不是说 他现在讲的话说 我们就不用太认真看 而是我们要想的是 他这些做的事情 日后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 变成他的政策 甚至是今天我们在看 这一个电动车这个议题好了 如果之后他真的是说 这个好要提高这个关税 要求你中国的这个DPRD也好 或其他的厂牌也好 必须要赴美国建厂的话 那其实今天他等于是说 我也有一个选择让你中国来做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我要选择要过去吗 这个其实就是说 你要不要打入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真的有这么大 需要你比亚迪去进战吗 还是说我进战会不会反而去 反而我必须要付出更多 其他贸易上的代价 这个其实是中国自己会去衡量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也有去讲到 电动车对于现在中国来讲 是一个国家资助整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他在这个上面 他必须要跟美国之间 有怎么样的谈判 有没有可能反而会利用 我好OK 我电动车可以过去 可以设厂可以做什么 但是是不是借此反而打开了 过去美国对中国 不管是软体或科技业的相关的禁令 我会觉得这一个会是一个 谈判过程中的彼此之间的筹码 所以我会认为我们之后 还要再看的是 如果今天真的川普当选之后 他之后要出什么牌 那我相信中国这边 一定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计划